在我们前期体验米10Ultra过程之中 我们手里正好有最新发布的三星Note20Ultra 特别说明这是前期工程估价仅供参考 白天样张中的两台机器表现都非常不错 毕竟都是顶级的模组了 不过这次小米没有跟随三星的脚步 白天总体表现上小米的曝光照三星有些低 画面更真实一些 但是没有三星来得讨喜 而到室内灯光或者夜景时 两者正好相反 小米的大底大像素把曝光拉得很高 但依旧保持了不错的画面纯净度 这套模组我们体验中也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由于整个模组小米依旧采用了上下直列式排布镜头 没有采用并列矩阵式 放在最下面的还是这颗广角镜头 这样你在单手握持拍照时 手指会极易遮挡住镜头 你要么小心的调整握姿 要么双手 而且这是硬件级的 不能后期软件优化 需要注意 在10倍变焦上 我们直接与之前最强的华外P40 Pro对比一下 白天上小米曝光更加充足一些细节 保留也更多 转到室内暗光 5倍变焦下可能是小米算法问题 华为的优势非常明显 但是1到10倍586的像素四合一优势就展现出来了 而且小米对焦明显比华为要快一些 华为10倍暗光下 还有一些对不上焦的情况出现 录像上我们直接试了一下小米的8K录像 这是一段8K24帧的素材 由于帧率比较低 运镜的过程中会明显感觉到卡顿感 但是毕竟8K解析力不用说 而且后期空间很大 Ultra还支持8K的电影模式 不过目前电影模式色彩调校的过于饱和 尤其是红色 但是总体还算是讨喜 最后在晚上拍烟花的时候比较有意思 我怕人多 这个站得非常远 周围人用手机拍视频的效果已经非常差了 这时候一个大哥看着我的手机屏幕说 火 小伙子你这手机拍的真亮 由于声音比较大 我后边十几个人齐刷刷的盯着我的屏幕看 我后面用三星的Note20 Ultra也拍了一段 从噪点上量着已经非常明显了 小米的夜景录像降噪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这些洋装和素材都经过了视频网站的压缩 所以并不能完全还原手机真实的样子 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小白色彼微信公众号 回复小米8K这几个关键字 我们把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打包好了 你可以随时查看原始素材 3 1 5 7 7